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么多人的信 让时间再回到那个起火的清晨 2012年2月1号 五十零二分 苏州市工业园区一公司发生火灾 班长孙茂辉和战友 一起紧急赶赴火场 当时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一台水洗机中间起火 烟也特别大 顺速的蔓延在整个车间里面 当时烟扩散得非常快 我们整个的车间里面 一下子布满了浓烟 我们很多人被呛得受不了 很多员工非常害怕 我们一些女生都吓得快哭了出来 由于火在现场的环境非常特殊 因此消防官兵的救援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火灾发生以后 这个内部充实了大量的烟气 再加之这个厂本来就是生产一些电子元件 那边有大量的PV材料 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气体 所以进入内部以后 这个能见度几乎为底 这是无计消防队员刚刚来到过程后 拍摄相当的故障的 现场到处都是烟雾的 话题上只剩七飞一飞 然而 近在这黑暗里面 还有130的员工被捆 他们的生命安全 已经受到严重危机 喷零启动了以后 很多这个箱子 被这个喷零所喷出来的水 软化 从货架上掉下来 堵住了很多进攻的通道 所以我们的战士 走两步就得绕一圈 走两步就得磕一下 所以这相当困难 我们现在进来了以后 就是这里在没有烟气的情况下 我们都用灯罩 可以看出来这个货架排列的方向 但是在我们当时 大量充施烟气的时候 进入内部 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 或者是根本就摸索不到 这个货架排列的方向 今晚就业难度很大 但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孙茂辉和战友 多顾一切的两次冲动火场 成功输散 130名被捆群众 随后 有空城连工报告 火场内可能还有废话人员 听到这个消息 班长松茂辉和中队长 助理王豪军 主动请兵 他们决定 第三次 冲进危机四处的厂房 进行搜救 因为他这个厂房的面积比较大 有7200公里 那么属于大挂子的厂房 那么深入内部以后 需要很纵深的进行搜救 为何让一名群众 为何国场 从往回王豪军身上 王豪连接队友的安全导向上 奔不顾身的 向厂房伸出前进 空气呼吸器在理论上能坚持 40分钟到一个小时 人的运动量加大 空呼呼的使用时间 就会缩短 那么在实际火场上 一般的能用到 30分钟到40分钟 一片气氛之中 时间在悄悄地上 氧气变在一眼底靠近 随着两人搜救时间过长 王豪军的空气呼吸器 开始报警 眼看战友情况危急 指导员于仰果断下令 命令孙茂辉和王豪军 立即撤回 然而静等的是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就是以后 这个大量的箱子 从货架上掉落下来 所以说他们的安全层 就被这个掉落下的物品 还有一些货架缠绕 就掩埋 从货架上掉落下来的箱子 掩埋了两位深入国厂 搜救官兵身上的安全导向上 孙茂辉和王豪军 已无法按原路撤回 死神在向这两位年轻的 武警消防战士 一步步逼近 很快 氧气即将耗尽 王豪军的体力渐渐不支 意识开始模糊 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孙茂辉做出了一个 不寻常的举动 那大把护车选球 那他自己 自己说 跟我讲一句 就你在这边带着我去找出口 护车器是武警消防队员 随身佩戴的一种护车器材 当佩戴着三十秒左右静止不动时 他就会自动发出闪光和警报声 任意被困者被及时发现 孙茂辉非常清楚 护车器在关键时刻的作用 但是为了能让战友王豪军 尽快脱离危险 他把自己的护车器 也放在了王豪军的身上 把身份和获救的最大希望 留给了战友 看孙茂辉和王豪军 没能撤回安全地板 兴起温温的战友 迅速冲动了火场 在呼救器的声音下 战友们最先发现了 深度昏迷的王豪军 快快快过来 不仅 离王豪军几十米外的孙茂辉 也被发现 我就在门口 当时我看到他们的门口 我当时我就哭出来了 一百三十米被困群众 无一伤亡 然而王豪军 孙茂辉可以先后送进医院 进席抢救 孙茂辉经抢救无效 壮烈牺伤 年仅二十二岁 要不是他留了那个呼救器给我 我的战友也找不到我 我也不会谈太准备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孙茂辉走了 但寒风却阻挡不了人们 对他的深切怀念 英雄的亲人 又将怎样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战友眼中的孙茂辉 又是怎样的一位好班长 军事记史正在播出 二十二岁的生命壮歌 二月一号 是农历龙年正月初时 家家户户 还沉浸在团圆喜庆的氛围里 然而就在这一天 三次冲进火城救人 在最后关头将深的希望 留给战友的孙茂辉 却走了 他走得仓促 没有来得及和出生入死的战友告别 他走得突然 让远在山东日夜牵挂他的父母 毫不知情 在小房的时候 把住两堵上没事 你来看一下吧 当时天天没事 有意思 同时天天平平安安 这种点度 上点餐也都要去 这种生命在继续 是吧 来到以后这边一天 咱就会那个天天霹雳 一样 八成就回过去了 现在我都不会消息 二月四号 在孙茂辉的追悼会上 被巨大的精神打击 催垮的父母 由亲人推在轮椅上 见了儿子最后一面 孙茂辉是孙茂辉被母亲 从小教到大的女人 然而此时 她静静地躺在母亲面前 却再度回答妈妈的身上 我说统统从小就改静 走的时候 我说应该叫她改静静地走 听到那个战友说 给她歇歇不去 去连就连续 歇歇不去 我想我真不想看到这么多 我说那个青年整个 对我心里一辈子也磨不去 父亲也几次伸手 想要最后触摸儿子的脸庞 是的 苏州人民不会忘记你 让火焰温暖你冰凉的胸膛 让泪水寄取我无尽的祝福 二月四号 苏州的气温是零下六度 几乎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 寒风没能阻挡人们 对英雄孙旺辉的怀念 社会各界自发赶来为他送心的群众 有八千多人 他们要陪英雄走完最后一程 小朋友再为你送上一枝鲜花 谢谢孙教官给我传授消防知识 工程员工再为你送上一枝鲜花 谢谢你用生命换回了我们的品味 白发的婆婆再为你送上一枝鲜花 谢谢你用热血温暖苏州的寒冬 我也非常不舍 我觉得很心痛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送送他 二十二岁 孙茂辉走得太早 留给了世人无尽的惋惜 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父亲在寄给孙茂辉的幸运 表达了最普直的愿望 你今年当兵 三鱼 舅舅和亲戚们都说是明智的选择 部队总是稳定的 你竞完两年义务以后 就可以拿工资了 等再过几年 你和你的同学比比 收入肯定还是可观的 我们的要求不高 也能像姑父三爹那样 爸爸妈妈就自能 信中提到的姑父和三爹都在部队工作 孙茂辉从小就把他们当作偶像 孙茂辉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入伍四年来 他先后参加灭火战斗五百余次 参加抢险救援四百余次 抢救被困人员三十余人次 先后容领两次三等功 作为班长 孙茂辉平时训练尤其刻苦 这是战友用手机为他拍下的画面 每次强显就在 他都是冲在最前面 至今身边战友还保留着两段 孙茂辉救援时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孙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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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毛小狗掉这样的年龄去救 同盲发 麻烦我也得干 抢钱就得也得干 什么也得干 他愿意干 一时候大火一时候面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们来里 我一时候躺在地上 一躺就水过去了 水过去了 前面 在马路上 看到这个广大人民群众 都拍着 不给他们鼓掌 尽管我脸上一脸灰尘 满脸海水 干什么干得非常勇要是吧 他顾到他身 就是不要那么认真 这个太危险了 真是战友就上去了 说我是班长 我就得冲在前面 我带我的战友 我带我的兵 我就让他们当成我的兄弟 我不冲在前面 谁冲在前面 这是孙茂辉 作为一名军人 对自己的要求 打开孙茂辉的Q1空间 也许我们能还原一个 更加真实 更加立体的孙茂辉 照片上的他 阳光帅气 甚至很会搞笑 我们还能看到不久前 他和朋友之间的调侃 我说 能不能不这么搞笑 我长得是不是很喜剧 我就是负责搞笑的 他特别爱喜欢笑 有点愁慰 他每次出去的话 都要打扮老板 先出去 戴个帽子 才能比较嘻哈一点 爱笑 爱美 22岁 正是孙茂辉 生命之花怒放的时刻 他喜欢运动 擅长滑板 他喜欢摄影 连包饺子都要拍照六年 他喜欢美术 墙上贴满了他的作品 他喜欢表演 即使演个配角 也极其认真 我出来是带了钱的 只不过 好像还差了 你带钱没 我 带了个人 我有三个 我一七十 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他就是最和蔼可亲的 大哥哥 这几年 中级小学生到消防队参观 负责讲解任务的 都是孙茂辉 就是这样一个浑身充满活力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大男孩 他走得太突然 甚至还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 他说妈妈不是没有女孩的罪 而且他们都是我长的罪 我说你现在还修 我说还不稳定 我说你还不知道将来是什么 前途是什么 我说你等到考上去修了 去修毕业了 还哪一乱一文呢 我说你得走 也许是上天安排 腾熙如此年轻的生命 就此陨落 三年没有回国家的孙茂辉 在2012年元旦时 特地请假回家谈情 短短的十天时间里 他看望了所有的亲戚 和所有人拥抱 给所有人准备了礼物 后来的大十块钱给我买一双鞋 我心思签了就买一双鞋 我说因为我踩这双鞋 这就是别会和他狗片的手 谁能买的事我说忘了事 留给他弟弟我说 难受 你忘了吗 你说考上军校后 一定回家陪妈妈活命 你还说 要带幻用心脏兵的父亲 到苏州检查身体 十天假期 竟成最后的团聚 再相见 亦是阴阳两根 二人在跑 孙茂贵的父母 来到孙茂贵生前生活战斗的地方 看到身穿军装的武警消防战士 父亲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前他们紧紧也在怀里 深深痛苦 战士们用庄严的军力 向这位英雄的父亲 致敬 在孙茂贵的床坡前 母亲久久不忍一去 似乎还能感受到儿子的体温 我也不用担心你 我也不用被他们追究了 我只能被你死了 他们自己发了救 我没走 别痛了 儿子 我也不用担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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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一声 何其壮哉 喜一声 英灵造别 悲一声 双清弃子 宋一声 壮志永存 兄弟 如果可以 我愿用我的生命 去换你的生命 短短几天时间 网上关于孙茂贵的评论和留言 就有数万条 不尽的惋惜和不舍 没能挽留英雄的脚步 在一封2009年孙茂贵写给朋友的信上 有这样一段话 也许从这里 我们可以读懂 他的选择 你问我当兵后悔吗 答案是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退伍的那一天 往后走位 终于适应了部队的环境 不穿上军装 不回头啊 孙茂贵 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人民消防 为人民的真正誓言 22岁 还是父母眼里的孩子 却早已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无愧于自己的职责 无愧于自己身上的军装 2012年2月6号 孙茂贵被决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革命烈士 追击一等共 2012年2月14号 孙茂贵的董辉被安置在苏州烈士女园 长年于这天 他用生命守护的地方 在狙击手的精准设计下 翠盛之代车床玻璃 当然倒碎了 然而观察玻璃后面的目标法 探阻不堪一击的车床玻璃 最初改变了子弹的飞行轨迹 本该是掌控不分子的子弹 很可能忽略伤人质 对被劫持公交车进行营救的训练 还有什么重重困难 军事计时 近期播出 公交车反劫持行动进行驶